现生不臣 身拨国屯 中国四百 永作渔滨 这句话是作者范叶对汉现帝的评价 他的意思是说 现帝其人生不逢时 丢掉了皇位 失去了国家 汉朝四百年的国运终结 汉帝只能像上古时期姚帝的儿子丹珠 被顺帝流放到渔帝那样 永远做曹魏的臣子了